市長 柯文哲再度成為被攻擊劍拔 改建動物之家費用 經過評估 需要再追加二點二億經費 總經費超過八億 讓柯文哲震怒 拍板決定不蓋了 但也讓市議員怒轟柯文哲 才為安樂死的一百五十四隻貓咪喊話 如今卻將動保責任甩鍋 下屆市長 凡是蔡總統 在晚上三更半夜發臉書 你知道 大概我就可以預期第二天 你知道 本人會遭受 台北市長 柯文哲記者會上痛批 執政黨議題操作 帶風向 讓他成為媒體攻擊劍拔 如今搭上動保議題 柯文哲才喊出善待動物 台北市動物之家改建 卻被他臨時喊咖 柯文哲把問題甩鍋 給國家原定二零二三年底完工的主體工程 如今卻遙遙無期 因為全國物料上漲以及缺工等問題 加上改建地點的垃圾處理問題 總經費突破八億多讓柯文哲大動肝火 還要求相關單位負起政治責任 柯文哲忍不住再三抱怨 北市有中繼之家給犬貓當臨時的避風港 柯文哲也表示會保留預算 再評估另循適當土地 但還是引來議員怒批 柯文哲市長過去在環南市場 看到貓不抓老鼠的時候 他也曾經表示說 他想要一腳踹下那隻貓 柯文哲市長真的有在愛護這些動物嗎 議員抖出柯文哲黑歷史喊話 政治人物得言行合一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記者綜合報導